薪水9500块怎么样呢 财务自由 有一个朋友呢 他就最近看到一个报导是这样子讲 其实呢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 不是你怎么样去财务自由 其实呢我是想分享我的问题 我为什么会迟10年没有办法呢 就是财务自由 到底呢做了什么东西做不对 迟了10年财务自由才买到自己喜欢的车 自己要去的地方要去旅行啊 才能够就是不用去看价钱 什么叫做财务自由 所以年轻如果你还是在少过30岁 你一定要看这个视频 要怎么样呢就是呢 早一点退休 要怎么样早一点呢 达到财务的一个目标 嘿大家好我是Andy有 在过去的15年呢 也教了好多的这个学员 关于股票投资 也创造了这个MDU系统 还有呢就是呢 也是呢拿了很多的这个金融上面的这些奖项 所以呢今天跟你分享的呢 是我一个就是心路历程 在过去的这个路上呢 怎么样达到呢财务自由 怎么样通过股票投资 找到呢那个就是赚钱的这个机会 所以一定要锁定这个频道 因为每个星期呢我们都有讲这个关于股票投资 你也可以呢就是呢从中学习 还帮助呢你在这个市场上做到钱生钱 所以帮我点一个赞订阅这个频道 还有呢继续看下去 最近呢就有一个新闻 25岁月入9500令吉 想尽快达到这个财务自由 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报导的时候呢 我想会不会有很多人呢 也是想要聊一聊呢这个 一个我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报导 然后讲这个25岁的人 他不大懂怎么样理财 然后呢他就希望呢 赶快呢财务自由啊 到时候财务自由了 可以呢就是呢继续工作也可以 不要工作也可以 希望每个月呢能够呢 有5000块令吉的那个passive income 所以呢什么是财务自由 财务自由呢就是呢你的passive income 多过你的expenses 所以如果你的passive income 多过你的expenses 这样子你就不用做工了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呢 去买房子去投资去租给人对不对 不过呢我的看法 其实呢没有错啦 买房子去出租啊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呢 因为这边呢他是说 他要就是讲 存一个25年财务自由 假设你希望在25年内呢 实现了财务自由 第一个问题就是呢 如果你给我倒回去 我25岁 或者是我18岁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做错的地方 就是呢我把我的目标呢 设太远 所以我在18岁的时候我就说 我30岁要成为百万富翁 所以呢这个问题在哪里 那个目标设得太远 所以呢很多人他们都会告诉他们的 身边的人 你不要好高无远啊 你要安安稳稳的 就是去存钱啊 去找一份好的工作啊 然后呢就是乖乖的去做工退休 对不对 不过呢我看到的一些身边的一些老板 这些老板呢他们呢都是好高无远的 他们都是想一年啊赚几百万啊 赚几千万 所以我发现到奇怪的 跟传统的那个想法不一样呢 这些老板就告诉我你要有梦想 如果你每天只是想到 就是三千块五千块就够了 这样子呢可能你没有达到你的人生的巅峰 我讲哇 又跟那个学校教的不一样 跟传统的教育呢不一样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当然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就是比较有理想 比较有梦想 他们呢要好高无远呢其实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只有你想到就是想不可能 就想你做股票 例如说 如果你说我只是要赚十巴仙就够了 给你抓到呢这个YTL 你想我赚十巴仙赚二十巴仙就够了 可能呢你就会很快的去卖掉这个股票 你呢就不会呢抓到呢一个股票呢 就是呢它跑一个五百巴仙 或者是呢你不会去买一个股票呢 会跑一百巴仙 什么意思呢就是呢这个股票 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呢这个股票已经跑了一百巴仙 它不可能呢再跑多两百巴仙 OK 所以怎么样的人会抓到这样子的股票 就是呢那个呢不正常的人 所以不正常的人呢他才会买到呢就是呢 像这个Marsing这样子的股票 就是这个股票它跑了五十巴仙 然后呢过后呢它再跑多一百巴仙 所以在这边呢多数的人是觉得 这个股票已经跑了我们呢不要这么贪心 我们要去买BAT这样子的OK 拿dividend你拿dividend的话呢 你就按按文文五巴仙 你就可以呢收租对不对 OK所以多数人为什么他们不能够通过股票 财富自由OK 就是因为太过保守 所以呢当你太过保守的时候 你都会去买呢那个下跌的股票 本来这个股票没有事情的OK 所以本来涨的时候呢 是没有事情的只不过呢后面呢 OK很多人看到它掉了 OK这个AirAsia啊 他们看到掉了他们讲哇现在去买 OK你看到以前给这个dividend吗 对不对我们如果收这个dividend的话 就能够呢财务自由啊 结果啊他趁他掉的时候 他进场去买这个AirAsia 然后呢这个AirAsia就没有起了 所以在这边呢OK有两种人 那种人呢他们是做生意的OK 商业的一个思维 商业的思维OK他就讲 每一个投资都是有风险 竟然有风险 为什么不要AIM高一点 OK去找比较会涨的股票 会找比较会赚钱的生意 OK当然传统的多数的人都是保守的 就讲哎股票呢就是掉的时候 便宜的时候我们去减去买他的这个啊就是价值 不过往往往往多数的人我发现到 他们都会买到AirAsia啊 Top Glove啊 OK就是因为呢他就是要趁他掉的时候 哇有dividend 你去买这个dividend 哇你有放一个啊 let's say 300千啊 哇你可以拿到 6%啊OK 6%300千 你可以拿到等于 多少钱啊 368 哇一年 哇18千啊 哇OK很好耶 哇OK 很多人呢他们是这样子 哇OK18千除以12个月啊 哇一个月呢 哇你有1200 300块 OK这样子 OK所以很多人呢 他们是这样子去做他们的所谓的一个规划 OK不过呢 往往我发现到呢就是呢 OK有一个问题就是 首先啊 OK为什么不要AIM高一点 就是说 OK你现在去学怎么样理财 拿一点钱呢学这个股票 然后呢通过投资不要25年 财务自由不要25年 OK因为你才25岁嘛对不对 OK如果可以10年的话 OK就算你错啊 你还有的catch up OK 你plan25年的话呢 可能你到时候50岁啊 给你财务自由你都没有时间力 OK去旅行啊去花那个钱啊 而且很多人所谓的财务自由呢 就是省次兼用啊 OK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看法 OK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在这个comment那边呢 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这个股票投资新蓝图 24-25号 OK这个呢就是9点到5点的这个Eastin Hotel 一定要啊赶快呢去这个网站 news.marketblueprint.com slash live 抢票购买 OK每一个人 OK他们都会从不同的地方 来这个KL OK一年呢我们见一次 OK所以呢大家来聚一聚 然后呢一起学习 一起找这个新的趋势 OK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KL呢 再见 OK所以今天就讲到这边 OK拜拜